哈喽大家好 在我面前的是一只杨绿手镯毛胚 这是它在自然光下面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把它送去期货 圈口我们是做成55圈口的 尽量保留最多的颜色 所以说也不用太多的去把磨它的厚度 提醒大家在购买翡翠的时候 一定要看自然光 行内有句话叫灯下不看雨 因为只有在自然光的时候 才能展示出翡翠最真实的一面 现在这个环节是给手镯胚做倒角处理 先把弧度打破出来 经过了一道道的工序以后 杨绿手镯起货了 把它放在自然光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 有的人说把这抹色做成一颗界面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把它保留在手镯上面 才能体现它最大的价值 你们觉得呢 还要干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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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